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人能够思考人事物与记忆等极为重要的物质 其主要功能有 一 构建身体组织 在婴幼儿与儿童以及青少年时期 帮助成长发育 并能在怀孕时使胎儿成长发育 与产后母体恢复健康 以及哺乳分泌乳汁 也可增加肌肉量 以及减少肌肉流失 二 修补身体组织 在手术前后 与烧烫伤 出血 胃溃疡 以及癌症时 能够协助修补伤口 与身体组织 三 调节身体机能 当蛋白质足够时 身体可形成抗体 维持抵抗力 也能舒缓身体不适 缓解紧张 压力 忧郁 失眠 与改善注意力 使头发 汗指甲 以及皮肤水嫩与健康 并能避免水肿等 更可提高大脑思考能力 因为大脑是靠神经传导物质 传递讯息 而神经传导物质 是由蛋白质中的 特殊氨基酸合成而来的物质 四 提供热量 一克的蛋白质 能够提供身体四大卡的热量 可因为蛋白质 有更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作为热量来源 是非常可惜的 并且蛋白质 在转换成为糖类 提供热量时 会增加肝肾的负担 因此建议 适当摄取脂肪或糖类 作为热量来源 会较佳 人体除了水分外 其余60% 是由蛋白质所组成 从皮肤 毛发 指甲 肌肉 骨头 与神经 以及血球等 都是由蛋白质所组成 并且就连食欲 嗅觉 视觉 与听觉 以及记忆能力等 也都是蛋白质的作用 蛋白质 是无法直接被 吸收 与利用的 必须让食物 经油胃 消化分解成 氨基酸 并依据基因 在细胞中产生 每个器官组织 所需要的蛋白质 因为人体 所需的蛋白质 是由多种氨基酸构成 氨基酸 每一种不同的排列 与组合 就会产生出 不同的蛋白质 因此 人体可能多达 十万多种 不同的蛋白质 可其中 有九种氨基酸 是必须经由食物获得 这些氨基酸有 1.白氨酸 2.易白氨酸 3.黎氨酸 4.甲硫氨酸 5.本柄氨酸 6.抢钉氨酸 7.色氨酸 8.邪氨酸 9.阻氨酸 这些氨基酸 人体 是无法自行合成的 因此 又被称之为 必须氨基酸 另外 非必须氨基酸 则是人体 能够自行产生的 氨基酸 所以 并非需要从饮食中 摄取所有种类的氨基酸 许多人 想要多补充蛋白质 首先 都会选择水煮蛋 可除了水煮蛋之外 豆类食物中 也能够摄取到 蛋白质 并且 植物性的蛋白质 含有的脂肪 与胆固醇 相对较低 但在一些疾病 或是特殊生理情况时 可能会需要 增加或减少 蛋白质的摄取量 当然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需求量 也就会有所不同 如 烧烫伤 洗肾 与重症 以及手术前后等 特殊疾病的患者 就需要 提高蛋白质 摄取的量 以协助维持 身体正常生理机能 蛋白质 需要摄取多少的量 建议 事先询问医师 或营养师 以综合多方面 因素考量 规划属于 个人的饮食建议 是最好的方式 当蛋白质 摄取过多时 身体 会将多余的蛋白质 转化为脂肪 储存于体内 但在蛋白质分解 与转化的过程之中 产生的含氮废物 会增加 在代谢过程之中 就需要将多余的 蛋代谢出体外 此时就会 提高肝脏 与肾脏代谢的负担 所以 当肝脏 以及肾脏功能不好时 就需特别留意 蛋白质的摄取量 通常 肾脏功能较差时 需减少 蛋白质的摄取量 或食用 优质蛋白质会较佳 并且根据肾功能 调整蛋白质的摄取量 在肾脏功能正常时 一般情况下 高蛋白饮食 并不会影响肾功能 但对于 肾脏功能 已有轻微下降的人来说 就容易会 加速肾脏损坏的程度 因此需先了解 自身肾脏的健康程度 并调整饮食 谨记 任何营养素的摄取 都需适量 千万不可有 吃越多越好的观念 以及想法 在影片最后 欢迎大家 在影片下方留言与讨论 说出你对于 蛋白质的看法 与感想 在此 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再次的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